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罗布奥特曼的电视杂志 这里面会有很多罗布奥特曼的情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玩具方面的情报 右边这一个是罗布奥特曼的武器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杂志里面送的罗布奥特曼的DIY玩具 分别是两位奥特曼的变身面具还有变身器 接下来让我们来动手DIY罗布奥特曼的面具和变身器吧 先把它们从纸上拆下来 然后来进行罗布变身器的组装 组装好之后 拉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就像真的圆盘打开一样 然后是手柄的组装 那我们可以用胶水或者是双面胶把它们粘起来 奥特曼的水晶也可以装载上去呢 变成罗素奥特曼的时候 需要把中间的角折下去 让我们一起来变身试一下 接下来是DIY奥特曼的面具 把眼睛部分的纸片取下来 然后再用两根橡皮筋绑在一起 再绑到面具上面的纸片 卡位的地方 这样子戴在头上就可以了 怎么样 DIY是不是又简单又好玩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书里面的情报吧 这页是罗布奥特曼最新的玩具抽奖活动 这里面的玩具有好多呀 有变身器 然后还有水晶的装载盒 这里面会送一个迪迦奥特曼的水晶 还有两个大的奥特曼人偶 还有底下的怪兽人偶还有水晶套装呢 那只要回答对这三个问题 就可以进行抽奖了 这页是罗布奥特曼兄弟 在对战火炎古兽呢 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 出现的怪兽有布莱克王 还有雷德王 这页的奥特曼变成了紫色的 原来是借助了迪迦奥特曼的力量 这里可以看到他的必杀技 从空中飞下来 然后发出一个光球攻击怪兽 这也是一个全新的紫色的形态 他还拿着一把非常厉害的武器呢 他借助的也是迪迦奥特曼的力量 然后必杀技是暴风射击 而且还可以从手里发出紫色的光线攻击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怪兽都有哪一些呢 这是后面会登场的怪兽 石化魔兽 然后是这一集登场的布莱克王 他可以从嘴里发出非常高温的熔岩进行攻击 那后面还会继续登场的怪兽 还有雷德王呢 这一页是对迪迦奥特曼和赛罗奥特曼的介绍 这里还介绍了迪迦奥特曼的必杀技 还有攻击能力 然后这是赛罗奥特曼的能力 有赛罗飞踢 再对战害怕杰盾 还有赛罗投标 这是艾美利姆光线 赛罗等离子火花 哇 出现了一个暗黑的欧布奥特曼 他到底是谁变成的呢 然后这是罗布奥特曼的接机卡片 和接机游戏的介绍 这一次杂志里面还送了一张罗布卡片 那只有把它放到游戏机上面 就可以召唤这两位奥特曼进行作战了 然后这是奥特曼的水晶石丸 有欧布奥特曼的暗要形态 还有捷奥特曼的尊皇形态呢 这里还有左飞奥特曼的水晶 那只有买这本书 就会送这个水晶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 可以给我们点赞并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